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正当中国不断军事演习 习近平视察海军陆战队 喊话备战打仗 美国太平洋舰队今天凌晨证实 被瑞浩驱逐舰 昨天由南向北通过台湾海峡 这也是美国军舰 今年第十度通过台海 同时前天13号晚上 美国派出军机到台湾的西南空域附近 以四边形路径绕圈 侦查六小时后离开 显然这段时间 美军机舰都在台海附近 那是谁还在说美军不会来 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上将前天说 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战略威胁 美国已经超前部署 将会遏止中国 这番话够清楚了吧 还有人听不懂吗 当然台湾也要加强自我防卫 吴依隆建议在家当兵全民皆兵 组建国土防卫部队 没想到冯世宽骂吴依隆是渣男 他主张全民国防 后来冯世宽改口 说吴依隆是充满智慧的年轻人 其实全民皆兵跟全民国防有冲突吗 冯世宽是不是会错意了 那国防部斥资四亿 在马祖东引建设飞弹阵地 不管是部署什么飞弹 对中共会产生多大的威胁 再加上美国将授握五项火箭 飞弹等先进的武器 防御能力能增强多少 而在这种情势之下 马云九或陈廷宠 还要继续唱衰国军吗 徐晓芹指控七年级击垮国民党 并质疑只要国民党倒了 台湾就会好吗 但国民党是被年轻人击垮 还是被自己击垮呢 林维州提出改民建议被炮轰 马云九说不必讨论 国台办野轰不容试探 那家杜瓦后同一口径 那中共将庆祝台湾光复节 国民党借钱也要办活动一起纪念 这是致命的巧合吗 那继川普确诊之后 习近平难寻演说 却咳嗽不停 习近平有可能染疫吗 青岛爆发疫情到底情况如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今天就要来的兵 在我一首位逆位是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中江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大家好 在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林明贤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郑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青黄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先来看 美军飞弹驱逐舰 贝瑞号昨天通过台海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表示 中国就是头号的战略威胁 中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全副武装抢摊成功后 开始往内陆攻击 另一头陆战队员 从直升机垂涨登陆 解放军在网络 释出多段训练影片 企图重大宣示 美军可不会坐视不管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指出 在海军长期规划中 中国是头号战略威胁 美国一艘伯克吉飞弹驱逐舰 贝瑞号 14日由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 太平洋舰队证实这项消息 强调的是例行航行 进台湾海峡 并符合国际法规范 这也是美国军舰 今年第十度通过台海 中国迫害区域和平稳定 美日要等民主国家组成联盟 要立抗中国霸权扩张 好我们看到最近在台海周边 可以说是军演不断 那看起来美军的机舰 都在进行反制 那美国太平洋舰队 在今天清晨就证实 贝瑞号驱逐舰 是由南向北通过台海 而且是今年的第十次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 前天是美军的EP-31的电针机 就在台湾的西南空域 进行电针 大约有六小时后离开 那我们看到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 吉尔迪他就说了 中国一直是美军的 美国的头号战略威胁 他们会制定跨军种的 海事战略来遏止中国 所以这番话已经够清楚了 先讲清皇 这对外界传达出什么样的 一个军事讯息 因为外界现在看到 十月份的旌旗 十月旌旗是什么 是你看到美国跟日本之间 美日安保这边是一个阵营 然后在中国这边是一个阵营 然后你看到的是美中两边 大展肌肉 而且在哪里呢 就在台湾的中边 然后台湾看起来 俨然就是一个大演习圈的中心点 为什么这么讲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各位可以看一下 是十月份的时候 美日的军事演习 或是美国跟盟军的军事演习 以及中国的军事演习 在图上面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十月九号 十月十号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的是 日本自卫队在南海 这个地方的军演 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到的是 这边是十月十二号到十三号的时候 日本加赫号跟美军的联合的军演 所以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也看到的是什么呢 你也看到的是 十月十三号到十七号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 解放军在福建的古雷半岛的军事演习 实弹军演就在这个地方 但除了在这一带以外 各位还可以看到什么呢 在上面这个地方 十月九号十号十四号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的是 解放军在渤海黄海跟东海的实弹军演 然后最重要的 美日联合的历舰演习 在什么时候呢 在十月二十六号到十一月五号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也是我们看到 这两天有日本的媒体说 这可能是在台湾最危险的时间 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这军演真多啊 因为十月二十六号到十一月五号 这一段时间卡了两个重要的关键时间 哪两个重要的关键时间呢 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第一个十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应该是中国的五中全会的时候 中国的五中全会 有可能一不小心 会变成一场权力角力的一个场合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十月二十六号 这个关键时间点很重要 然后十一月三号呢 他则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时间 所以在十一月三号这个时间点 也很重要 所以才会有日本的媒体告诉你 十月二十六号到十一月五号 这一段时间都有可能是台海周边 不平静的时候 所以你也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什么事情呢 我们刚刚仲将有提到的 美军的EP3 它有一个所谓的神秘的四边形的 这个绕行侦察 它绕行的侦察在台海周边这一带 就是我们讲台湾的西南边这一带 也就是前一阵子解放军的空军 常常跑来骚扰的台湾西南边的海域一带 那所以你看到的是美军的侦察机 就特别跑到台湾西南海域这一带来做侦察 所以我问你这个侦察机剑指的是谁呢 剑指这段时间演习刚好遇到的 就是10月13号到17号 今天是15号嘛 就是解放军在古雷半岛的实弹军演 所以表示这个电针机很大的几率 美军是在观察这一段时间 古雷半岛军事演习的实际的状况 所以你也看到什么呢 在台湾方面不能没有动作 台湾的动作是什么呢 台湾的动作就是10月19号到10月23号的时候 我们的空军也有天龙演习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大段我们画给各位看的 红色的点 红色的点圈起来的部分 中心在哪里 中心就是台湾 所以俨然这一大段的演习 台湾就是这个军事演习暴风圈的中心点 所以在这个时间你也看到什么呢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都同时去拜访军事要塞 所以我们的蔡总统是到 乐山雷达那个地方去做勘察 然后你也看到习近平 他是到深圳 然后到那个所谓的 他们的军方的要地去做考察 所以你发现两边的元首 都有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时间很敏感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某方面美军是用很大的动作 在回应台湾里面的一股氛围 什么氛围呢 台湾有人在喊说 美军不会来 美国人不会来 也有人在喊说 这个首战级中战 所以美国用这么多的军事演习告诉你 这里面不是只有美国人在 这里面还有日本人也在 这里面还有美国的盟军也在 所以台湾在这个地方里面 台湾并不孤单 而且台湾我们在我们的政府已经表达很清楚了 我们会先靠自己的国防实力 然后靠自己替自己争取自己国防的守卫 然后美军跟日方的这些相关的美日安保的动作 在我们看起来 他们就是一个同盟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面已经用最实际的行动告诉大家 美军过去所保持的战略上的模糊 在里面已经透露某种程度的清晰 那个这个程度的清晰 其实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在这里面台湾已经被卷到了美中的大战略里面去 所以这个美军跟日军的动作呢 值得我们国人好好的来参考 亲王清楚说明 真的是整个东亚地区 从北到南 北到渤海湾 南到南海呢 这边都在进行军事演习 轻松讲是这个热闹 严肃讲是兵凶战危 特别是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美方会出动这个EP31的电针机 在这边绕行六个小时 到底是要征搜些什么呢 因为中共也在这个 整个台海地区在进行这个演习 那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核舰艇 核潜艇 定委员的了解 这个电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中共有可能派出什么样的这个舰艇 可能往这个方向吗 所以美军要做这样的一种电针的行为吗 那现在这种所谓的慢速机 在那边滞空时间长 一方面把台湾的西南的 所谓的应变空域 那是我们的ADIZ 我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在那个区块 不能让共军习以为常 把它变成他们的 他们可以经常去那边操演 二方面有人预测 未来共军可能要把南海的ADIZ 划到那里 那事实上建议共军 划南海的ADIZ的智囊之一 有一个叫做吴思淮 他在凤凰卫视建议说 你就是要把南海的这个 防空识别区把它划上去 那隔三打牛 大家有兴趣回去找那一段 但中共一直不敢在南海 划防空识别区 那影响太多国家 你一下会激怒越南印度 不是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跟台湾 但是最近他一直把我们的 西南区这样操的话 对我们的应变有影响 对纵线 也就是台湾海峡 往南走到南海 这牵扯到东北亚的石油 各方面的重要的运补线 也横向的话 刚好就是共军 特别他的潜舰部队 你看那个地图就知道 从前海的区域 平均深度120米左右的 要进入到深海区 那里进到巴士海峡 共军的核潜舰 就到了第二岛链 那他就 那都平均1000米到800米深 那潜舰大概 喜欢在400到600米 那你就很难侦测它 那对亚洲的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的威胁增大以外 也直接威胁到 美国的西岸 所以这边是一个关键区域 那是一个战略要地 所以是一个热区 所以B3在那边绕 跟我们去那边寻意 跟共军在争夺这块区域 是有个共同的想法 所以美军派出的军机在那边绕 我看那个架势 大概要用百座单位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刚才清皇列了很多演习 那边还有很多 对 共军今年公布了很多演习 但是他的影像很少 那事实上 我常常讲一句话 有国家的地方就会养军队 养军队的地方 就会有实弹操演 我们台湾如果把我们营级 就是营以上的实弹操演 我们也像中国这样的开记者会 对外宣告的话 你也会觉得台湾 怎么天天在实弹操演 那共军现在公布的操演 很多缩在他们的内湾 缩在他的内陆 缩在他的内海 他到底是一个跨军团 跨军种的操演 还是只是营级团级单位的年度操演 有的是 有的不是 所以 所以你说虚虚实实 他有可能是个小演练 然后把它扩大成一个大演习 你看他最近那个 雷座班到那里 他那个操演的范围 其实就10公里 那到底是什么阶级 可是他对外公布的影像 又有什么 那个无人艇 爆破什么的 跟他无关你知道吗 他公布的影像 是前年以前的影像 跟他现在公布要演训的科目 是不相干的 所以他里面有 实质他要演训的内容 也有外宣 恐吓周边国家的内容 如果他真正要操演的话 他应该到东海 那东海就碰到美军了 反而美军 如果你了解美军的习惯 美军是这样子 上面有指示 要做什么军事动作 他一定会把各种状况 都操演完 我准备好了 打不打 三军统帅的事 所以美军从2020捍卫太平洋 阿刘森跟柏刘 这个英勇之盾在关岛 到我们最近一直常常提到的 King Sword 那个瑞利之舰 是在10月26号 是从日本本岛 往冲绳走 大概动员会5万多的军人 他那些科目 如果你拼凑起来 会拼凑出一个行动 夺岛或反夺岛 遥攻军舰 而且指向的是中国军舰 他都操演完了 连最后一次在10月7号 雷根号操演就是 我被攻击了 我有大量伤亡的时候 怎么救助 他都操演完了 但会不会动手 统帅下令 不见得会 也不见得不会 但至少他把所有动作 准备完了 可是共军 你拼不出一个图来 那共军本来在2020 就是他三阶段建军的 第一阶段验收期 本来操演就会比较多 所以我常常 我已经讲到变成常常讲了 对中共解放军的实力 我们不能小看他 但是也不要被他吹牛的部分 吓坏自己 吓到了 更不要小看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的国军 我们的部队素质比他好 那我也问你怎么看 就是因为美军的基建动作 其实很多 那如果在按照现在美国 国内他们CSIS 所做的这个 一份民调显示说 美国民众愿意承担风险 捍卫台湾 那我们得到的一个数据是 大概一般民众跟这个意见领袖 一般民众呈现出6.69到6.8 6.9之类的分数 也就是说略低于日韩 但是意见领袖是会比较高 这是对于以后美国的 不管是谁当总统 制定对台海的一些政策 是不是有一个参考指标 其实这个民调 葛来仪讲得很清楚 葛来仪是 CSIS的智库不是偏向共和党的 我只能这样讲 我不讲他是属于哪一党 他不是偏向共和党的 那他这个民调 其实葛来仪做的诠释最精准 那我先Bug一点点 刚才讲那个贝瑞号 经过台湾海峡十次 事实上美军在台湾海峡 或者南海东海 做的事情就一件事情 这里叫国际海域 不是你中共的内海 那这件事情对台湾做不重要 当然重要 这里维持国际海域的话 对我们的安全 对我们的经济繁荣 是一个基础 也因为这个基础 我们今年的桥外投资没有跑掉 我们的股市外资没有跑掉 我们的不动产没有跑掉 因为资金有信心 资金最敏感 资金如果觉得这边危险 他会早三个月就跑光光了 所以维持 他叫做维持印太开放自由行情 那名字很长 其实他基本的定义就是 这里是国际海域 不是你中国的内海 而这个事情就是让台湾的安全 建构在国际架构上 这是对我们跟我们后代子孙重要的事情 那有的人说不要这样子 将会进入中国 我们应该跟中国好一点 那个叫走向内政 走向内海 好不好看香港就知道 那回到这个CSIS的民调 我quoting 我引述他的这个葛来毅的话 葛来毅说一年多前 另外一个民教机构做的 只有35%的美国人 认为应该为台湾动武 一年以前而已 去年很低 今年几乎是成长一倍了 那今年呢 他得到数字 葛来毅的讲法是 认为应该为台湾出兵的人数 跟美国的邦交国几乎相等 他是用这样看的 就是在一年前 认为台湾跟我们没有邦交 我们不应该为他冒这个险 可是今年跟澳洲跟日本 同样是属于美国的邦交国 相比台湾得到的支持度差别不大 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这一年经过了武汉肺炎 肺炎让台湾被能见度提高 大家开始知道 泰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台湾的位置在哪里 台湾是一个民主 而且进步值得尊敬的国家 这个成长了 第二个 因为了解 你如果看到台湾的这个战略位置 失去台湾 我坦白讲 比失去日本影响更大 你失去台湾之后 成为中共控制的实质范围 你的关岛根本没有众生 菲律宾海西太平洋 就变成兵家必足之地 所以对美国国家利益非常重要 而这个认知 意见领袖看得更清楚 所以意见领袖分数达到7分多 第三个因素是 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对中国的敌意 其实他那个民调里面 还有做欧洲世界各国的领袖 世界各国的民主国家的意见领袖 都认为各国应该合作 来压制对抗中共的外扩 这个是国际 这个叫国际观 国际也许不看台湾 国际上认为 中共的扩张主义 跟中共用锐实力 去影响世界各国 还有间谍行为 这个是一个危机 所以德国法国大家都变了 变了之后 各国的意见领袖认为 我们应该携手来压制 中国这个扩张主义 因为这个就会反射到美国 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 对中国 也许有些说法不一样 但态度是 所以的确从这个民调当中 可以看出美国人民 即使不是那么的关心 整个国际局势 也都了解到 现在他们是愿意 大概是六成多的民众 是认为应该要来捍卫台湾 继续请教范老师 怎么看现在包括 中共军方的反应 他们也说 最近美国基建的 这样的一个行动 他们说是美国 频频向台独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 正告美方要什么 停止知事搅局的言行 所以知事搅局 是谁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难道不是中国自己吗 对我们看到 美国驱逐舰贝瑞号 他又在台海巡异 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解放军今天没有 飞机没有过来了 就是说 只要美国的军机军舰 到台海 解放军是很知道 他的分寸 他们就闪了 就闪了 不出来了 而且我们再加上 最近即将进入东北季风 你看最近气候 已经做改变了 我认为解放军 未来到现在开始 进入到冬天以后 他在飞机来台海 巡异的次数 会慢慢减少 这是个正常现象 加上刚刚提到 其实习近平 他最近去福建 去广东 去视察陆战队 或者我们看到 解放军 进行所谓的登陆演习 说是士兵演习 很多人说是 针对台湾 我个人认为 恐怕不是针对台湾 而是针对什么 而他担心会不会在 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 这个美军会不会 有可能去攻击 解放军在南海的岛屿 所以他要进行的是 他反而担心 夺回来 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要登陆台湾 真的要靠陆战队去打 那真的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中国现在根本没有 足够的 不管是空降也好 或者是水上的运输的 船舰都不够 所以那个根本是假的 但是他现在反而担心的是什么 美国会不会要求 第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南海的仲裁案 是经过国际法庭所认证的 也就是当时美国要这个菲律宾 这个艾奎诺诺三世总统 在这个提出的南海仲裁案 结果是认为中国的九段线 是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 另外认为中国在南海 进行这个主导 这个进行 兴建各种军事设备 是违法的 所以美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要求你中国自行 拆除这些违建 你中国如果不拆除的话 我美国帮你拆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美国 上去帮他拆的话 那就是一场战争 小规模的战争和冲突 那知道解放军要不要夺倒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他们反而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比较急迫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 解放军要打台湾 首先当然一定是用导弹 或者用这个军机 用轰炸 要真正到登陆 是很后面的事情 所以他那个没有他的急迫性 因此我觉得现在 习近平他们是在做 这个最坏的打算 但是如果真的要 要用这个登陆的方式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代价 也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如果美国 这些要登陆这些 中国的小岛 是很简单的 因为这些小岛 它是一攻难守 可是解放军要攻的话 第一个你就要看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 两栖的登陆的 这些装备跟载具 那目前来讲 它还是相当不够的 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 是中国它现在 又不想正面的 跟美国正面冲突 因为它知道 美国现在似乎是 某种程度 采取的是一个攻势 包括我们这两天看到了 美军既然已经在做 这个伤患的救助 跟这个伤患的后送 感觉他已经在做一个 可能会在南海动武的 一个准备了 所以这个来讲 我觉得反而是让 习近平感到担心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 海军多战部长 这个吉尔迪 他说 他说中国一直是 美国的头号战略威胁 而且他强调就是说 我们要进行 跨军种的海军的战略 来遏制中国 那我觉得他讲这个话 其实也是在 对中国发出警告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最近包含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特别提到 对于如果 解放军对台动武的话 他提出来 美国不会做事 那美国不会做事 就表示 他们会采取 相对的一个行动 所以我看到 就是目前来讲 不管是 一批三的电阵机 在那边绕行 当然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最近一直是用 运巴的 也是一个 所谓的反解机 那美国就用这个 也是用螺旋响的飞机 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长期制空 那我们看到 他有六个小时 在那边巡弋 那我觉得 中国也知道 美军来了 他就赶快先跑 所以我觉得 目前来讲 中国采取的是一个 不要跟美军正面冲突 因为他知道 他冲突他没有把握 应该胜算也不大吧 那我也赞同 刚才那个定义委员讲 就是说 他这个演习 都是虚虚实实 他没有公布 我到底投射了多少病例 他就说我做了演习 可是我们知道 今天这个演习 明天这个演习 可是我很多 不懂军事的人 会觉得说 解放军好像真的 每天都在演习 可是他的演习 他到底里面的内容 跟实质 他没有公开 然后就拿很多影片 配他的音乐 进行对外的宣传 当然这个对于 不了解军事的人 会产生这种恐惧 容易被吓到 拜老师 我补一点 今年解放军 公布所有的影像党 都是旧的 都是旧的 今年没有新影像党 拜托那个央视 播一个新的给我们看一下 对 但是台湾有一些媒体 就会跟着 帮中国宣传 说你看他又开始军演 又干嘛 就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他的这些影片的内容 拿过去的影片 来烂于充数 甚至更不要讲 把美国的电影 拿来作为 他里面的宣传 就被人家抓包 对 表示他真的目的是在宣传 是在造成台湾内部人心惶惶 是造成我们这个 不再有的屈人之兵 但是我还好 我们台湾的民众 是有信心的 所以大家不会被他所影响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坚定我们的这个意志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好 再来关心 这吴亦农提出 在家当兵 全民皆兵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建议 那退服会主委 冯士宽今天在立法院 就骂吴亦农是渣男 那事后冯士宽澄清 他的本意是指 吴亦农提出的计划很差 并不是指 吴亦农的人品很渣 被问到吴亦农 提出全民皆兵的主张 退服会主委 冯士宽语出惊人 骂吴亦农是渣男 以上被巡台 却马上改口 可能说这个是渣男 不要理他住之类 那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渣男这件事情 跟吴亦农好像 大家不是传统中印象 不太这样定位他 那是不是您讲多 还讲快 您要不要再讲一次 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理他 我讲渣男的吗 我不记得我讲渣男 日前新境界基金会 副执行长吴亦农 抛出全民皆兵 认为平时和战时 两者界限建区模糊 加上不少人觉得 军中训练 缺乏实质意义 赵招又流于形式 因此建议在社区组成 具抵抗能力的 国土防卫部队 以在家当兵的方式 将国防升职于日常 提升民众投入意愿 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全民揭秘模式 只是对于这项提议 冯士宽很不认同 我个人认为 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年轻人 但是他一切想法 我觉得偏离主题 我极不喜欢 我假如有讲渣男 决定不是说 他个人是渣男 我觉得这个计划 是不值得考虑的 陈欣不是骂吴怡农 人品很渣 而是批评他的建议 偏离全民国防的计划 张楠一说并非本意 要吴怡农别太难过 你觉得这个计划很渣 但你不是说他是渣男 我想我不至于要去伤害他 因为私底下他跟我还蛮要好的 真的我觉得要把吴怡农跟渣男 我希望他不要太难过 我不是故意 吴怡农抛全民皆兵 引爆政坛讨论热度 好 因为现在这个防卫台湾 是几乎是大家的一个 很热门的话题 所以吴怡农提出他的想法 只能没想到 冯世宽怎么会把吴怡农 讲成是渣男呢 我们看到吴怡农就说 全民皆兵建立国土防卫部队 国防从社区做起 感觉上其实有点 全民国防的意味 结果没想到记者问他 冯世宽就说那是个渣男 不要听他的 后来我们看到 赵天宁就给他个机会 让他说明 他马上改口说 吴怡农是充满智慧的年轻人 这要请教吴怡农 到底在立法院是什么情况 是这个冯世宽会错意吗 我觉得我今天有跟冯世宽 主委聊了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很突兀 我觉得双方都有些误解 所以后来冯世宽主委 一方面有修正讲法 二方面他也觉得 他听到的问题 没有去了解问题内容 就做评语 不太妥当 他有跟我讲这一段 我可以帮他引述出来 也就是说 第一个 吴怡农到底讲什么 我们现在只看到标题 什么在家当兵 吴怡农没有讲在家当兵 吴怡农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后备战力 我们将来后备军人 是不是以前我们 像我空军我到屏东 可是我住台南 将来后备战力 要不要在地化 台南台南的后备军人 自己了解自己地方的地形地貌 保护自己的家园 一个是这个概念 第二个地方的 比方说医疗 紧急救护什么的 那个训练要在地化 你没有必要把 这一个救护兵 从台南 因为他当兵的时候 在台中 就移到后里去 他大概是提这一个 所以有点叫做 后备战力的在地化 跟当兵再加当兵 那是完全不搭嘎的事情 可是等到冯士宽被记者 督麦的问说 有人说在家当兵 他想到的是 就现役军人在家当兵 这开什么玩笑 所以说他会错意 他讲的是退役军人的 那会错意 双方都好意 我是提醒冯主委说 任何人关心国防 我觉得都是好事 讲错了 稍微讨论一下 因为关心国防 国防很冷门 以前我们这个委员会 根本没有人要来 我去立法院的时候 是没有人要去国防委员会 我算是在冷宫里面 住最久的 现在很热门 可是现在每天 记者都在那地方 所以国防有人关注是好 但是国防最怕被误解 误解容易错判 或误解容易走向义和团 都不好 适度的释放正确讯息 所以我们现在正面临 后备战力的调整 跟改革心 我也告诉冯士宽主委说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因为他现在是退辅会主委 现在国防部长是言德发 如果有太多不一样的想法 是一般人还好 可是同为部会首长的话 又有学长学弟的关系 我觉得可以避免就避免 但就是说那概念上 全民接兵跟全民国防 概念上应该不充足吧 今天这个新闻的事件 我觉得他们两个赚到 一场误解 结果两个人声量 今天网络声量这个暴增 大家在讨论 吴亦农也不是渣男 冯士宽 他后来又说他有智慧的 所以两个人 好像都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网络声量暴增 基本上吴亦农提的后备战力 跟在家当兵无关 冯士宽骂那个渣男 或反对在家当兵 也不是真实的全貌 那就误会一场 的确这重点不在渣男 而是在于大家关心国防 希望能够保卫台湾自己 那因为现在的整个台海局势 我们刚刚上一段讨论 的确是都一直在 从南到北都在军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的确要做好防护 不光是美国会不会来帮忙台湾 那现在因为有媒体有披露 就说国防部可能在马祖东营 要去设一个地对地的飞弹基地 它的射程是涵盖 中国的上海南京等 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 可能都在内 要请教亲黄了 这个部分你了解 因为原本在马祖东营 应该我们就有 这个飞弹阵地 那现在是在更加的强化吗 那如果再加上美军 最近这个要受台的 这些武器 那是不是对我们的防卫能力 甚至我们说防御型的 这个攻击对于中国 会有更大的一个威胁力 因为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台湾跟东营比起来 谁比较靠近中国大陆 当然是东营比较靠近中国大陆 所以当今天国防部说 今天在东营可能会有个 地对地的飞弹基地 当然这件事情 国防部还没有证实 因为目前媒体 都是从国防部的标案里面 发现说有一个标案 那么这个标案 4亿多 有可能是要在东营 建立一个飞弹基地 那么这个飞弹基地 目前媒体的分析 是揣测认为说 有可能是第一个 它可能会把天宫布置在那地方 天宫三型的飞弹 有可能射程距离 在我们改良之后 会从200公里增加到400公里 那你想想看 在东营这个地方 400公里的范围 这个等于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 大概都在射程范围之内 所以你就发现它影响很大 第二个是发现说 它有可能布置的 还有可能会有什么呢 会有这个雄风21型的飞弹 那个雄风21型 会把它的距离 从拉到大概600到1500公里左右 等于射程范围更广 所以等于是把中国的这个 等于说东边东半部的重要的城市 几乎都涵盖在射程范围内 所以等于说这样的一个布局 媒体看到说国防部这个标案 媒体当然会认为说 这是不是等于说 我们把我们的防卫 往前面再推一步 把它从台湾的本岛 往前面推到东营 那你想想看 从东营这个地方 等于把射程距离范围涵盖在内 所以相对上 各位可以判断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防守态势 变得更为积极 更为积极刚好就符合之前 我们听到美军希望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过去呢 以前他只卖给我们防御型的武器 现在他可能要卖我们攻击型的武器 让我们采取攻势为守势 也就是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告诉对岸说 其实我有攻击的能力 但是我是基于保护我自己 我不做任何的挑衅 但是一旦你如果要对我做什么的话 今天我如果回击的话 你会很痛 所以他们要把所谓的 不对称作战的 刺猬式的这种作战方式呢 把它发挥到极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到媒体在判断的这个脉络 刚好跟过去以来 美军在踩的路线 从所谓的防御性的武器 卖到攻击型的武器 跟我们在田一阵谈到的 台湾要变成一个刺猬 或是说变成说 本身就可以有很多的 飞弹去防御自己 这几条的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如果东引传出来 他如果真的要做 所谓的飞弹基地的话 那他的影响范围可能就很大 所以他最大的范围 是在象征的告诉大家说 未来我们的国防的态势 要做一个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呢 会变成以后呢 我们在中美对峙的架构中 一个很重要的调整 所以这个调整 其实象征性的意义也非常大 所谓象征性的意义很大 是在于说 这不但只是一个 做东引的飞弹基地的问题 而是在后面 我们自主国防研发 跟美军之间 所出售的武器之间搭配 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是 今天前一阵子 还有人在讲说 一旦这个 如果真的有战事的话 是不是金门马祖一带 我们要放弃 那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大概不会走这个路线 不但不走这个路线 而且在金门马祖一带 都会采取相当的防御的态势 所以这个象征的意义 跟实质的意义呢 它都非常的重要 是的确 从这一连串的讯息看下来 其实台湾的防卫能力 是不断的在增强 来 国董哥 怎么看 因为之前我们都说 要防卫台湾 好像把金门马祖都给忘了 现在传出说 要在马祖设立这个 飞弹基地 那显然对于 不光是保卫台湾 我们最佳的这个防守 就是攻击 设置这个飞弹基地 对中国来讲 是不是产生极大威胁 我先讲冯世宽的事情 冯世宽在第一个时间里面 马上承认错误 然后后来改口的话 比一些政客 比一般的政客碰到事情 讲错了还硬拗 算是已经很好了 我们台湾很多政客 明明是错的 不对的 在那里硬拗 至少冯世宽是个军人 你讲错就讲错了 你回去查查看 到底渣男是什么意思 渣男是我们台湾人在说的 本属辣辣辣辣辣 那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 这种一个政策上 人家的意见 你就骂人家这样 但是他承认错 我是希望冯世宽 不要因人而异 你一样可以骂 陈廷宠是渣将 对不对 你不能同意这个事情 你骂陈廷宠 不要听他 不要理他 那对吴云荣你就讲是渣男 这个就不应该的 如果你当时骂陈廷宠是渣将 你现在讲吴云荣 大家还可以理解说 他都一视同仁的 所以我是给洪世宽建议 真正渣的是你们那些退降 不是吴云荣 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中国最近这个金事上 金事行动这么紧密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要面对 美国的印太战略 整个印太战略 尤其是要争夺南海的主控权 加上这个第一岛链的 他当然必须要采取行动 他不能不吭声 也不动作的话 那美国刚好就在这里 全盘都接收了 他一定要行动的 这个原因 只是金事上的一个理由 但是最重要的 他不敢公开承认的是什么 就是中美贸易战争下面 中国经济内部的经济 已经大崩溃了 崩溃到从大前天 习近平去视察广东 看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是他们2017年 才组建成功的 他们中央经纬在2017年 组建成功 他去视察海军战队 鼓励他肯定他的时候 我就想到题外话 他等于在达连马英九 马英九不讲首战及中战 等到要海军陆战队 都要来打登岛战的时候 那是那已经 不知道打到多凄惨 还是首战及中战吗 已经被登陆就来不及了 所以他现在你看 只是鼓励一下 目的何在 他在视察讲出 这么重要的话出来了 要自力更生 他当主席的时候 把中国就建立成个富强的 小康社会讲的办法 现在是要大家自力更生 这个自力更生是指什么 他说面对百年变局 百年变局是指什么 就现在的局势 从来没有过 中国建国也不过七十几年 百年变局 他知道在他任内 已经出现最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变成说 他在军事上必须要走 毛泽东的旧路线 不要裤子 您要核弹那种路线 穷兵独武 让世界各国看 我军事多强 其实他内部已经 经济整个完蛋 垮在那里了 所以他利用这一次去的时候 没想到引起很多大的反弹 香港那边开始 马上就反弹了 因为你不可能把申进 取代香港 你现在把香港搞成这个样子 申进等于也跟着 被拖垮下去了 现在你只要到网络去找申进 你点进去看 那个大厂企业关门 厂商关门 最繁华的一块地叫做龙华区 你起码知道 那个申进有个龙华 富士康也在那边 全部都在富士康 全部都 以前那个软马路上 中午休息时间 就吃饭时间 休息时间 全部都在 整条街都是密密码 几十万人在那边工作 现在那边 马路上空空的 所以他最近一连串军事演习 吹哨壮胆 给内部看 我们还是很强大的 他是要弥补内部这个空虚的 而且最糟糕不是申进 一路已经沿到广州去了 广州也是门口楼窃 以前的车水马龙的那种街 观光街什么街 采购街什么大商场 全部没人 他自己现在这一次他去看 他才知道 最繁华的这一块特区 整个都已经没落 所以他现在采取这种行动 我们当然大家看 我美国军事来 第十次来我们这些行动 我们的飞机 军售武器 已经不只是防卫 还可以攻击 可以攻打到南京 可是我们真的要了解的是 这一场背后的政治战争 我们要看习近平 你撑得下去 撑不下去 他们已经面临在 饥饿边缘的 如果经济瘫痪 地摊都不能摆的话 你城管在干涉的话 那他当然要反抗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是在重庆吧 重庆有城管在管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瘫痪 大概应该是受过教育 大骂城管的一群 他说我是听总理李克强先生的指示 摆地摊的 结果你们来管我们 那你们是村民人民服务吗 你们不是拿人民的税金吗 人越围越多了 几百人了 这个就表示说 他内部已经开始在崩盘了 他必须用军事的战略来围住 做个假象 所以郭东哥点出了 中国现在外强中干的情况 国内的有些人 是不是还看不清楚呢 来 佩芬姐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他不是外强中干 因为他原来以为他是 可以跟美国整老大 我觉得他真正的错误是这样 但是他现在承认就说他基础的工业建设是没有的 所以你靠美国那些科学技术 然后还去派很多解放军留学生去拿人家的技术之类 那现在蓬佩奥不是说吗 你这个纽约的总领事馆 就是一个间谍窝 他要去抓 那事实上我上次有讲 他那个连那个航空母舰上的那个电磁波 那个推动机他都有 就是偷来的 那今天如果没有那些的话 如果美国真的掐住他的咽喉的话 他整个的国防工业就真的是完蛋 但是问题是他穷兵毒我已经讲了 他因为有钱 所以那个为什么海军那个部长会说 他是美国最大的对手 因为大家有形容 就是说他今天造舰造飞机像下水饺 所以美国才要强力的增加这个舰队 共产党为非作歹到今天还能够撑住政权 是因为他喂饱了14亿人口 那如果这14亿人口吃饭有问题 经济出状况的话 那个政权整个就很完美 现在状况是一直在恶化中 来明显怎么看 我们说现在整个的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整个的周边态势 的确对于强化自己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是不是有些难以的人还看不清楚 还觉得中国那边是这个强大于这个美国 甚至有可能进犯台湾 那贝瑞昊来巡航那个 就说台湾海峡第十次了 我就简单比喻一下好了 就说我们有一些警察 台湾的警察会去特殊的地点 订白就说巡逻箱 现在当然台北市是QR call 这就好事了 你放一个巡逻箱在那里 警察定期去巡逻自然一定会比较好 那如果当你美国军舰 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我想相对对一般人来讲 对于稳定台海的局势 警告中共要克制 会有帮助 这对当然某种程度这两个 第一个除了靠美方协防之外 那当然现在是没有邦交情况 你不能比照那时候有邦交的 那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那时候的一个情况 可是第一个 美方一定是有帮助的 美军协助就有帮助 第二个台湾一定要 这大家有共识 加强自主国防的部分 那今天当然大家聚焦 在立法院的那个 吴云龙的渣男这一部分 过去也在讨论说 我们后辈的战力是怎么样 比如说过去的教招 到国防部讨论 这个退伏会不管这个 不是他的执掌 冯四冠他是退伏会 可以教招的 大概有77万人 那过去包括监察院 包括立法院 预算书都有提出报告说 我们教招率才四成而已 过去三成提高到四成 可是这比例显然偏低 美方认为这比例可以再提高 我当兵的时候 我八年原本是被教招两次 其中一次因为我要出国采访 所以我去办取消 办延后 后来我也被教招一次 那现在如果整个教招期要延长 包括12年到17年 当然你去做民调 大家第一时间一定会说认同 可是有没有人认为 心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插身 有人真的有想去当兵 或想被教招吗 至少我去受过后备训 我去年去受后备训 我是台北市后备4587的 去后备的时候 问了老奖 有些人问人 为什么要去受后备 因为受完后备训之后 他们就免教招 就是这样子 他们是为了不想去教招 所以真的每一个人 都想被教招 教招也有他的辛苦一面 那当然很多人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 都捍卫国防也愿意 可是到底中间 怎么去做一个balance 我觉得国防部要去思考 就说家常国防 自主国防 包括全民国防的部分 后备站立 还有民防 民防当然是属于 比较警察系统 可是这些平时 地方组织其实很绵密 我觉得还是要去把它锁螺丝 这是该去做的 你确了 因为现在防卫台湾 几乎是全民共识 那只是说 真正要轮到你去教招 或是这个以前的点招等等 现在是要强化这个 后备站立的部分 来 范老师怎么看 我们从这个包括 从对美的这个 对台的军售等等 越来越多先进的武器 都是帮助台湾 那现在就说 全民国防这样的一种 这个民意共识 是不是有建立起来 其实我觉得 吴英农的这个观点 我是还蛮赞同的 因为我们现在 那个义务艺的厨艺 是36岁 其实很年轻 你看现在很多人 五六十岁 每天健身房 健身身体也很好 中华很好 那有些人 他很喜欢玩那个生存游戏 所以我觉得 他意思是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 因为你36岁 如果厨艺 那很多人到 他对这个国防有兴趣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利用假日的时间 大家进行 例如说你有 你有这个 还想怀念过去当兵的 一些时光 或对军事 本来就 就平常也还收集 相关的这些资讯 那你也可以来参与 对啊 40到50岁 有些人还是很强壮的 体能还是非常好 我常常讲 你看有些 像你现在很喜欢骑重机 那个重机 如果真的作战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能够纳入 我们的某种动员 你看这次我们这个 国庆阅兵 那个我们的宪兵重机 也变成作战部队 不是以前 只是礼兵车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要改变 像我们那个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力量 其实在民间 台湾最厉害的是民间力量 那我们过去 你看我们有这个 易警 有易销 对不对 未来可以组成易军 对不对 易勇的军队 后备军 后备是后备 我想是另外 他可能是年纪大的 他可能四五十岁 他觉得他有兴趣的 不是那种 36岁以前的 那个当然是后备军人 但是所有的训练 强度不一样 就是他有一个 优患意识 或他有一个 战斗的一个观念 这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才是真正的全民国防 所以我觉得吴云龙这个说法 也没什么不好 那只是说政府过去 可能忽视这一块 未来是不是能够把它规划 甚至有些女孩子 他有兴趣 对 有些女孩子 他也很喜欢玩生存游戏 他也很喜欢 他也可以纳入 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 从民间的力量 怎么样化整为 把它凝聚起来 我觉得吴云龙的想法 没有错 那有些人 那你说有些人 他就是后备巨人 他被征招 他是真的没兴趣 被迫的 这有些人有兴趣的人 他可以投身于此 那至于说东瓶这个东瓶 我不知道要讲 这个说法 我们知道东瓶刚好是在 金门跟马祖中间 那这个岛 其实我们知道 在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东瓶上面的军人 当初其实是很危险 因为中共本来是要打东瓶的 所以当时在东瓶的指挥官 还有下面的阿兵哥 其实都已经写好遗书了 那东瓶这个时候 说要成立地对地非弹 我觉得这不是台湾的想法 这肯定是美国 他们认同的 大家不要忘记 美方的想法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是蒋中正那个时候 跟美国人签的 那个时候 中美防御条约 是没有包括马祖跟金门 所以美国认为说 你那个马祖金门 不在我保护范围内 我只有台湾跟澎湖 那为什么 他不但不保护 他还要你蒋中正撤兵 所以你看当初 最早一撤的是什么 是大臣岛跟一江山 那个地方是在浙江外海 因为1949年 国军还是在你那边 可是因为中共不断地 攻击一江山 大臣岛 我们要保护那边 实际上是很远 太遥远了 而且当时美国担心是 蒋中正要透过 一江山大臣岛 还有金门马祖 反攻大陆 美国就为这个 破坏台海现状 所以美国要你撤回来 后来我们看到的 才从大臣岛撤军 那时候 蒋中正还叫蒋经国 亲自去大臣撤 把人全部撤回来 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 大臣新村 就是那个时候撤回来的 那后来他还希望 你从马祖跟金门撤兵 但是因为蒋中坚持不愿意 后来就没有 表示美国认为呢 在金马这两个地方 是可能会造成 台海冲突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 我们这两年 我们其实金门马祖 部队的人数大幅减少 而且大部分是 当地在地的人 在从军 因为现在是自愿意了 但现在又重新 讲到东营的话 我觉得是美国 一个战略 在台海战略的改变 所以你看为什么 前阵子 AIT的这个 台北海办事处主任 丽英杰特别到金门去 他去祭拜两位 在金门牺牲的 这个美国的忠孝 这就很奇怪了 因为过去我刚刚讲 美国在以前 是要你放弃金马的 现在反而 他跑去金门了 然后他现在 然后现在东营说 要射地对地飞弹 这个绝对不是 我们自己想的 你在看最 你看过去 在马英九时期 他希望台湾 不要在南海 有太多角色 所以他希望 马英九曾经想要去 巡视太平岛 东沙岛 美国就说你不要去 可是你看 现在美国竟然要我们 陆战队移兵到 太平跟东沙 为什么 南海重要了 台湾角色重要 美国觉得 过去是希望 你不要有太多角色 所以我们才把 以前的陆战队 改成是这个海巡 他现在反而要 我们把陆战队 重新部署 所以我觉得 现在整个南海情势 整个的 这个台海情势 出现的改变 那变成我们 本来是防卫 现在反而要采取的是 某种程度的攻击 包含 他最近要卖给我们的 这个海马式多管火箭 他的射程是300公里 主动性的防卫 因为我们的台海 平均只有180公里 所以他从台海打过去 是可以打到福建 也就是说 今天中国大陆 如果他正在进行 这个解放军 正在集结 他就要对台动武 他的导弹已经起来 要准备发射 我们有可能会 先下手为强 另外你看他 这个所谓的 这个暗制型的 鱼叉飞弹 他的射程是250公里 也是超越台海 那这个鱼叉飞弹 他既可以攻击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土地 也可以攻击他的船舰 那我们要特别知道 现在他这次 还有这个MQ-9的这个无人机 这个也是 在目前来讲 也是有相当攻击性的 那美国现在 像这个MQ-9无人机 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 只有一个国家使用 英国 台湾是全世界 除了美国以外的 第二个国家 表示他对这个无人机 他的一个重视 还有他的机密性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 美国卖给我们这些武器 已经跳出了817公报 因为817公报 当然是雷根跟中国 前属的 他当初说 第一个卖的武器 要逐年的减少 品质要逐年下降 不能够超越 这个只为1979年 台美断交时候的水平 这个是某个媒体的独家报导 他根据两个公告来的 第一个公告是 10月2号公告的 叫做东引161重要军事设施管制区 禁限界范围 第一限界跟第二限界区 他把这个放下来当个资料 要限界 第二个 第二个公告是10月25号 国防部有一个工程招标案 叫新建统包工程 针对的也是东引 那个4亿多 所以他把这个工程跟限界放在一起 飞弹基地 我会觉得跑得有点快 那我也不能去证实有或没有 因为官方 我们工作部还没有证实 我必须讲 东引的161高地的禁限舰 不是现在 东引161在1980年 那时候的参谋总长 叫做郝伯春 就已经把101高地 那个原来是那个防空的高射炮 改建成飞弹的掩体 那时候飞弹的部队 所以有没有进驻1980年 我们手上有什么飞弹 很早 其实算一算 英式什么的 所以1980年那个飞弹的掩体 我们把它讲强化掩体 那至于有没有飞弹或导弹进驻 我没办法证实 所以那个地方的强化防复掩体 161高地 是1980年 距离现在多少 40年了 40年前那有什么天宫 所以现在这个工程 是不是要进驻天宫 或者熊三熊二 这个引发很大的理想 这个没办法证实 那如果我们防卫上有需要 我坦白讲 我们国家防卫有需要 盟友之间打个招呼 但我也不用你同意我 因为你也不会帮我 是我们自己 要不要自己来做决定 盟友之间有默契就好了 第三点 假设这个独家报导 它是这样推演出来的 所以大家先不要当真 假设这个独家报导是真的 那在那边部署 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 大家会想说 我这边部署天宫三 天宫三是打飞 天宫三基本款 是打45公里上空的 就是飞机 无人机 小型飞行物 或者飞弹 那我们现在真成型 已经部署在花东地区的 是70公里高 所以你的导弹要掉下来之前 我们7码2 就可以把你击掉 我们这边蛮厉害的 而且已经是成军了 那你部署熊二熊三 熊三本来是打军舰的 现在熊三有陆攻型 那就要打他的内陆 所以今天让大家有想法说 你放在那么前面 老共如果要动手 一定先把你打掉 因为我不能把你打掉的话 我一动手 我这边就被你打乱七八糟 所以部署在那里 有没有好处 第一个好处 我把它排层次 第一个好处 我现在讲这假设性问题 第一个好处叫预警 因为你打掉我那个 我就知道你要动手打我奔倒了 有时候军事上是有些 派伺候 scout出去 是要被打掉的 被打掉就可以提高 我们的预警 了解 那边就不用放太好 就集结以外 放好不好 那我们另外再说 第二个层次叫做防御 我放在那里 如果你绕过我 我七马后 从后面打你 你什么打不到 第三个层次才是反制 我要打你的陆地 所以他这有三个层次 由预警 防御到反制 那个功能要用 至于我们外岛的驻军 现在也有了 东营 金门 其实都有驻军 而这两个岛的驻军 都一样辛苦 失气重 两个都有碉堡 两个都地下防御公式 甚至于我们在所有的离岛 我们所有的离岛 经过这五六十年来的 历经图治 我们全部的离岛 其实都立体的 都往地下立体 那你知道 那个离岛下面都海水 所以往下面立体 所以东营那个八八坑道也很有名 变成高粱酒 就是说 这个 我那天还跟东营的立委 陈雪人委员们在聊 我们大家有个疑问 因为东营连水都是咸的 那个淡水其实不好喝 我们一直好奇说 这些离岛怎么做高粱 那个水到底哪里来的 这是一个谜 那现在就是说 针对东营 有没有部署 花了4亿飞弹基地 国防部 工作部的态度是 不评论不证实 而就历史上来看 1980年代郝伯春参谋总长 161高地就改建过了 就部署的意义上 有我刚才讲的三个层次的意义 其实那个层次的意义 是在保护台湾的本岛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离岛居民 要好一点 因为有时候付出代价 我坦白讲他们要先付 然后才能够保护到后方 而现在战争的前后方 没那么明确 那只有在前线 如果部署这种可以攻击型的飞弹 他才真的第一个要把你拿掉 否则你单纯放陆军 他非但先打 他可以先不理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战略战术的运用 我们尊重国防部的讲法 他没有证实就是没有 好 再来关心现在国民党 到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们的党籍 台北市议员徐晓星 昨天在脸书 以这七年级身的身份发文 他就指控了 这个世代就是指七年级 击垮了国民党政权 并且质疑 只要国民党倒了 那台湾就会好了吗 这番言论出来 就引发很多人的这个回应 那我们看到 包括网络上就说 七年级身 你到底得罪了谁 得罪台湾人吗 那你徐晓星 那个时候又在做什么呢 他说那才会让国民党 压榨台湾人 七十年之后 还可以嘲笑台湾人的 生活条件很烂 那绿营方面 我们看到 这个民进党宜兰县党部 副执行长吴军燕 他就说 大家在街头抗争的时候 你在铁马英九 领红袖柱的薪水 那想为七年级身代言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呢 要请教青黄了 到底是谁击垮了国民党呢 是七年级身 还是国民党自己呢 当然是国民党自己 击垮国民党自己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你去看 现在很多网友 在跟徐晓星所讲的这篇文章 两边之间的论战 其实在讲什么呢 其实在讲的就是 那个过去的低薪高房价 到底始至于谁的任内 哪一任总统先开始的嘛 所以当时大家就讲到说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讲到房价的状况 是在马政府的时代 发现房价的部分 因为资金的泛滥 哇 一直屡创新高嘛 而且高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台湾的房价是在 2012到2014的时候 达到最高点 然后到2015的时候 房市成交量极动 所以我们可以给各位 看一些数字 像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台湾的房价指数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台湾的房价指数 是从马英九上任 当总统2008年开始的时候呢 台湾的房价指数狂飙啊 你看最大最陡的一段呢 是在马总统执政 我们刚刚讲2014左右 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后面呢 因为房市成交量急缩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的是 他的这个房价就开始往下 然后在蔡总统 在执政的四年的时候呢 房价到只有到 最近这一两年的时候 因为很多资金回来了 略为往上 但大部分时间是维持平稳的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 对于很多人痛苦的 房价涨最多的部分 在谁任内的时候 马总统任内的时候嘛 所以对年纪人来讲 这一大段的责任 当然是国民党要负责任啊 要不然谁要负责任 那在房价之外 房价造成很大相对剥夺感 但是另外一个 让大家很不满的 就是薪资的问题嘛 所谓的薪资 20年不涨 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很多人都在问嘛 好 那我们就揭秘真相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这张表上面 在李总统执政 最后一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了 这个叫实质薪资的表 实质薪资就是 明目薪资去去除掉 这个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呢 所考量到薪资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 以李总统 李前总统执政的 最后一年 是4万6千块 当基准的话 在陈前总统执政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多数还是在 4万6 4万7左右 但是到了 马前总统执政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实质薪资如果呢 他去除掉通膨的影响 实质薪资掉到多少 4万5 4万3 4万4 4万5 4万4 在马前总统执政的时候 实质薪资状况 是最糟糕的 就是李前总统 交棒以来最惨的 大概实质薪资 就是在马前总统执政的时候 到了蔡总统执政的时候呢 实质薪资回到了 4万7千块的水准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最糟糕的薪资表现 是在谁的时候 是在马前总统执政的时候嘛 所以房价 今天找国民党负责 有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 薪资找国民党负责有没有错 当然也没有错 那再看第三个指标 今天我们看到台湾呢 很多人在说 台湾为什么产业环境卡住 就业环境卡住 跟马前总统的时候 外资投资台湾的金额 也很低有关系啊 在马前总统执政的时候 从2008到2015年的资料 我们看到的是 外资投资台湾的金额 除了2008年之外 几乎都是在50亿美金以下 但是到了蔡总统执政的时候呢 从2016 1718开始呢 你会发现 桥外资投资台湾的金额呢 都到了110亿美金以上 那更不用讲说 在去年跟今年 你看到很多呢 在中美贸易战 中美科技战之下 很多的资金呢 包括自己台湾 自己的厂商跟企业 他都从国外汇回到台湾来 中美科技战 中美科技战